主题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特殊资料的输入 有没有看到 顺便的各位记一下快速键 你要快速的把画面放大或缩小怎么办呢 过的也一样哦 过的跟Excel都可以 把Ctrl按住不要放 把Ctrl按住不要放 然后滚动你的滚轮 往前滚画面就是放大 往后滚画面就是缩小 讲会了吗 来 那我们开始 没有什么东西 我已经复远了 那我那边全部都没有了 那更好啊 从都来啊 来 来 来我们先到特殊资料 没关系等一下再看一下 来到特殊资料的输入这边来 一般会用到这个 通常不是用在数字的相加 因为这种东西各位看到靠左还是靠右 靠左 代表它是文字哦 来 怎么样在一格里面打成两行 那各位 你注意看哦 一般啊 比如说各位你看一下 请你在里面打一二三 现在这一个里面打一二三 打完一二三按那个 它通常是跑到下面去 它是跑到下一个 听懂意思吗 你打完一二三按那个呢 它是跑到下一个 听懂吗 可是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的要求是 就是要在一格里面分成两行 甚至是更多行 听懂吗 你只要在一格里面 那么呢打上一行以上的字 不管是数字也好 文字也好 都一样 那这时候呢 哦 我不知道怎么做哦 来 再一次 来 回到我们的前面 回到上面这一个 好啊 你把一二三啊 你点到那一个以后按个底力的键 一二三就被你删掉了 先把那个人给你先打的把它删掉 好了吗 来 那我们开始做了哦 现在这个是不是空空的 来 请注意了哦 点到了我们要的这一格 接着 注意听哦 先打一二三 打完不要动 不要按Enter 按Enter就没辙了 就没效益 所以先打一二三之后就不要动 游标是在上面闪一闪的 就请你按住A L T 不要放 再按Enter 好 再打四五六 按Enter 这样子就可以打两行了 加慧罗 你自己记一下 可以想一下 刚刚没有怎么打的 可以想一下 刚刚没有怎么打的 如果你还搞不太清楚 如果你还搞不太清楚 你再把那一格 一二三四五六删掉 给到那一格把它删掉 再重新打一次 想一下我刚刚怎么讲的 这样会的哦 游标一闪一闪 当你一二三资料打完以后 游标是在后面闪一闪的 你接下来按住A L T 先按住A L T 不要放哦 再点一下Enter 你看它游标滑下到下一行了 你的A L T再放开 然后打四五六 是不是打完了 再按Enter 结束 这样会了吗 好 那各位 对 如果这个没问题 那业务员王大名 请你把他打一下 下一个 业务员王大名 同这一个里面 在这个里面打了两行嘛 第一行是业务员 第二行是王大名嘛 从头看 那为什么这个数字就变成王大名 因为它是文字了 变成文字 对 因为它已经不具备了 数字的体质了 数字无法 如果是数字不能这样做 知道吗 它已经变成文字的体质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文字的数字不能跟两行运算 知道吗 它已经变成文字的体质 所以要注意一下 好 业务员王大名 会了 他忘记的话 笔记自己记一下 通常用在这种这什么时候 各位知道吗 在打标题的时候 有时候标题会有两行 什么什么某某什么公司 什么什么公司 什么什么公司 什么什么部门 什么什么名系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打标题 一格里面会打两行 最后到这个功能 好 好 装备了吗 这是基本的输入 基本的输入的动作 在椅食用里面 这是相当基本的动作 不要忘记了 不打也可以啊 会比较重要 没关系 会比较重要 好 来真的咧 这个怎么办 一斜线 日期里面 有没有 好 他只是有变化一下 这没有什么 我们先来想 怎么要让他有一些线呢 关键在于 怎么让他有一些线呢 好来 我们做一次 看一下咯 嗯 好 首先啊 各位 点到这一个 好 先点到这一个 知道后面这一个 我的游标现在在里面 有没有看到 点到这一个了吗 有 好 点到了这一个以后啊 可以吗 好 然后呢 我们先来到这边来 那条斜线 看你怎么跑啦 有的是直接画一条斜线 有的是用画的 画一条斜线 啊 有的呢 是到这里来 你点到这一个之后啊 你到上面来啊 这边一个自行的面板 到快点 旁边的箭头点下去啊 底下你找一个 看看有没有斜线 有没有斜线 有没有 都没有吗 我们看一下啊 其他框线 找找看 我看有没有其他 有没有斜线 来 有啊 有斜线啊 看到没有 在哪里斜线 在哪里 各位知道吗 在这边 关键在这一排按钮 哪一个 左边 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最右边 最右边那个才是哦 按一下这一个 到盘点 这一条 可是他要出红色呢 他要出的红色呢 所以各位呢 你按这个按钮之前要先怎样 先选出的 各位知道我这个功能表怎么进来的吗 我再讲一次 你点到这一格 对不对 到上面 上面 有没有看到字型啊 上面这个按钮 旁边 小小的箭头点下去 这边都没有斜的框线 对不对 往下找 往下找 最下面那一个叫做其他框线 把其他框线点下去 这功能表就跑出来了 他要出的红色哦 所以你要先选出的 颜色呢 选红的 好了吗 选完红色对不对 再去按这个 右下角这个按钮 有没有看到 我的滑鼠现在点到他 我的滑鼠现在放在上面了 有没有 按一下 红色是不是跑出来了 出来了对不对 他预览给你看了嘛 好 按确定 这样会了哦 同学什么时候要这条斜线 各位知道吧 比如说你要做表格的时候 往往左上角那边都要这条斜线 对不对 好问题来了 这个 那这怎么办啊 那各位 现在呢 注意看哦 注意看哦 日期 像他这个 像他这个 是用名称方块去做出来的 名称方块就是可以自由移动 知道吗 这是用名称方块做出来的 那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做 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做 有各位看 请注意看哦 来一样请点到这一个 看一次哦 我们如果不要用名称方块来做 不要用文字方块来做的话呢 就用你刚刚才刚学过的 怎么样站一行里面 一个里面打两行啊 所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 来先打上日期 先打上日期 然后呢当你游标在一闪一闪的时候 按住alt不要放 再按一下enter对不对 然后再打上什么品名 好 enter一下 先让他完成 先让他做起来 一格里面出现两行 现在各位对不对来讲没有问题了吗 我先等你你把这两行先打起来 不管他在左边他右边都没关系那只是设定的问题 你先让他这两行先打起来再说 好来当你呢在这一格里面这两行打上来的对不对 来请点到这一格 来请点到这一格 一样是这一格哈 回过来 点到这一格 日期品名这一格 请你让他靠左 上面有没有看到的对极方式 来请点 靠左 靠左了没有 对极方式选靠左 所以呢基本上 我们的方式就是说你先让他里面这两行先跑出来 然后让他靠左 靠左 他这又没电了 来靠左以后来注意看哦 好老师他日期怎么办啊 来用各位最会的空白键 最近请各位在日期的字的前面快速点两下滑鼠左键 在日期的字的前面快速点两下滑鼠左键 有没有看到游标一闪一闪的 好开始 空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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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了吧 好好好 不要太超过了 好了以后 OK 好了哈 挡鼻子要静在垂直 在垂直 这样就让他弄消啊 这样会了吗 你一开始要先让游标在日期的字的前面一闪一闪的 然后再开始用空格的方式 你就会发现日期往后跑了 有没有 跑到你一样的地方了 OK 滑鼠到旁边 全收拾 进在垂直 然后 这样子 这一格就跑出来了 会吗 会吗 老师,我们那个环来